但是,每晚都猜不到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想用一个闲聊的方式 去和大家一起聊一下startup的剧情 我之前已经做了一条影片 跟大家推介这一套韩剧 如果你还没看过这条影片 就可以按资讯卡 去看我上一条影片 然后再过来看我这条影片 如果你已经看了那条影片 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了 我之前跟大家推介startup这一套剧的时候 当时只是播到第五集 播了一半都没够 现在已经播到剧情的尾段 播到第十一集 我相信大家画多画少 都会被男一或男二所圈奋 我就是喜欢男二多 我喜欢男一 所以在开头那几集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套剧非常好看 但是 不得不说 这个剧情 真的令到我有点失望 甚至有时候 我都会顶不住飞着来看 究竟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第一点 就是编剧写到男女主角 非常之笨 编剧写到男杜山这个角色 只是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 对于创业的方面 并没有太大的潜能 所以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 都会显到他很无知 和很愚蠢 就譬如在这个33科技囚集 这个仕途的资金的时候 很意气用事 打烂了原会长的namestand 然后搞到他要跪下认错 之后还有这一两集所说的 陶斯托要收购33科技的这件事件 有什么可能 二十多岁人 会不知道签合约是一件多重要的事 在签合约之前竟然没有再确认一下合约 就这样揭开那班就这样签名 我心想 蛤?真的会这样吗? 我不知道韩国是怎样 但是我相信如果在香港的话 我相信不用大学毕业都知道 合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在签合约的时候 你没可能不再三确认合约的条款和细质 就这样签了个名字 然后就买了公司 会不会太过儿戏呢? 会不会蠢得这么交关呢? 我觉得编辑在这个位置 真的捨得他们蠢得太习惯了 其实男主角一直有收到男二的帮忙 每次有什么事 或者是囚集资金的时候 韩天象都帮了33科技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会有那个疑问就是 在事业方面帮助你这么多 为什么可以一点都不感激 这方面也会有点奇怪 我觉得 他对女主角的答尾部分也是一样 编剧就写到他看似非常聪明的样子 但其实只不过是看似 他不是真的这么聪明 他除了上台做presentation做得比较好之外 基本上其余的东西都是男二在神助攻的 譬如一开始比赛的时候 韩天象就帮他写一个presentation的稿 教女主角去找NGO去囚集仕图的资金 那韩天象呢 直接做了一个NGO的list 给他 去直接找那些公司 基本上是畏畏畏畏到他们的口 再到呢 女主角和男主角去了这个morning group 开会的时候 提他们要录音等等的事情 主角在carry着他们 其实很多东西根本上都是男儿教他们 但是呢 编剧呢 硬是写到他们好像很聪明 其实 他们不知道多么蠢 所以我也很怀疑 男女主角的角色呢 那个智商呢 究竟去了哪里 好 那来到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创业和爱情的剧情比例失衡 那呢 当初其实都预认了 去到中段的时候 爱情的部分会比较多 但是没想过 会多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他整部剧呢 在最后呢 都是focus在爱情的方面比较多 并没有 好像我当初期待有那么多 有关于创业的剧情那样 那这个部分呢 都真的有点失望的 那我觉得呢 编剧仔做了个错觉 会令人觉得 创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样 好像不用一两集呢 又找到资金 又不用很久的时间呢 又比赛赢了那样 那样 我自己没创过业 但是我知道创业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呢 编剧在这方面呢 写得有点太过疑稀 所以呢 我自己呢 就没那么喜欢中间有一两集的部分 我就会觉得那里 剧情会比较多 好 那来到第三个部分 也是我最敏陣的部分 就是 女儿呢 去了哪里啊 不见了 上一条介绍 start up的影片也有说过 那女儿姜罕娜的分量呢 就不算是非常之多 那我当时呢 就希望她之后会有更加多的气氛 但是 慢慢都猜不到 她的气氛真的只有这么多 大哥 都说了 都是女儿号来的 你给多一点点气氛呢 行不行 我觉得呢 姜罕娜的气氛呢 比起麻麻原得 又或者是私河呢 更加之少 那我自己呢 都觉得挺惊讶 女儿二号的气氛 居然可以少到这样 而且在剧情方面呢 对于她的描述 真是少之极少 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她是达美的一个对手 然后又没有其他剧情 需要用到她的时候呢 她又没有love line 又没有什么呢 那我觉得呢 她的存在感 其实真的不算非常之高 那所以呢 我觉得真的非常之可惜 去到第四个部分 那就是一些不合理的剧情 那首先就说到信的部分 说到达美这十几年来 都非常之重视韩祖长寄给她的一些信 就是说到呢 两位男主角握了达美这么久的时间 演剧一直在铺垫这么久 我以为达美会生气很久 谁知道呢 她竟然在一两集里面 就已经原谅到杜山或者韩天长了 那我真的觉得非常之感神奇 然后最新的一集 居然说达美利用这些信 去做一个苦肉计 去南杜山去陶斯托里面工作 然后呢 这个部分也不是我最觉得不合情理的部分 自己觉得最不合情理的一部分 就是说金道元的部分 说到说要报仇这么大一件事 我只是在铺垫里面 看一看人 然后就叫做报了服 我真的莫名其妙 这样叫做报了的时候 有点奇怪 我自己觉得 我会觉得她这条线 突然间弱了很多 我觉得这条线也是非常之可惜的 整件事搞得很中小学生吵架的feel so far来说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若南2的剧情 其实我基本上已经做了这个心理准备 但是呢 其他的剧情 一样看得到我这么勾血 但是呢 只剩下几集来说 我身为添置评的一员 坚持看下去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于剧情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跟我一起去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我啦 followIG和Facebook subscribe my channel 开个铃铛啦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避免 避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